2026就要來到了 我們看到新北市長的這個寶座 可以說現在已經在這個戰鼓 已經在聲聲吹了 我們看到綠營猛攻李四川 這是為哪裝 我們來看看 雲品也出47塊 就把它變成副攤牌 傳出有藍營高層利劍 前文件會主委盛志仁選新北市長 但對此他說 沒時間回應 簡單說明沒有的是 至於另一位熱門人選李四川 則被指控圖利中華工程 李四川副市長 他真的以為他是新北市的太上皇 民進黨議員質疑 403大地震 造成新北環狀縣 七處嚴重錯位 但負責發包的北市不止沒扛責 也沒要求施工廠商 微精集團下的中工負責賠償 就做神也是他做鬼也是他 當年在新北市 他當副市長欠了這個合約 李四川在新北市當副市長 就台北市要副市長 他現在去台北市當副市長 就變成是新北市要副市長 對此李四川表示 環狀縣不論是新建合約 或是營運合約當下 他都不是新北副市長 可見卓冠廷根本不用工 還說殺我幹嘛 我又沒有要選舉 2026誰來選新北 儘管當事人沒表態卻已成為對手 鎖定目標 好你剛剛看到新北市議員 卓冠廷不斷猛攻穿搏 在新北市議會上面 我罵很兇 到底是不是要提前開打 這個2026的選戰 李四川就說你打我幹嘛 我又沒有要選啊 我沒有要選舉 你打我幹嘛 那另外還傳出說 聖志仁 他在業界已經很久了 薪水也很高 說是藍營的高層 力見他來選新北市 那今天我們當然看到 這個聖志仁有說 哪有這回事啊 我沒這件事 我沒興趣 所以很多傳言都出來了 委員 我想打李四川 就表示在綠營心目中 大概李四川是最有可能 會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 新北市的市長 而且很可能會當選 的確這個 像李四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是很特殊的 因為台灣人對所謂的政治人物 我已經覺得有點厭煩 就覺得你們都很做作 然後你們都很複雜 那這個就是柯文哲 當時能夠迎運而起的原因 因為他覺得他是不一樣的 這個政治人物 那李四川他就他是技術官僚出身 而且他當技術官僚做了有聲有色 你看他在高雄 現在高雄還有多少人 我們高雄人 都還在懷念李四川 他自從而且非常認真 他也沒有任何一些政治人物的身段 直話直說 而且非常的專業 所以講老實話 你真的要選舉國民黨 我真的看不出誰能夠取代他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故意要幫他推上這個選舉 我認為他可能還不見得自己想要選 他說他不選 他說我沒有要選舉 不過這種東西是這樣 在民主國家 我們常常看到一種情形 很多不想選 所以我必須出來選 因為你的民調最高 他有很多想選 結果為什麼不敢出來選 我們國民黨就有這個例子 為什麼不敢選 因為你的民調太低了 這各位數你選什麼 所以都不好意思 都不好意思出來選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由不得李四川 反正就是 傳到橋頭自然痴 百姓 新北市的市民 水準這麼高 越言之也是很聰明的人 他當然知道 到時候該支持誰 四股要為大平 不過我覺得去批評李四川 拿這次環狀縣的問題來責備他 我認為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他們批評他的民進黨的司議員 大概就覺得說 這個環狀縣如果有問題 怎麼你們好像你們新北市 你們台北市 替我們新北市在做決定呢 這個在保固期內 廠商就應該負責修復 為什麼要我們拿錢出來 而且拿這麼多錢出來修復呢 你去聽侯友宜自己怎麼講的 侯友宜是新北市的市長 他不會替台北市說話吧 他說台北市跟新北市 大家合作去討論 然後最後決定怎麼做 就是以及早修復為優先嘛 對不對 所以先拿錢出來 趕快把它修好 然後他們有找公正的第三方 去鑑定責任 到時候這個責任鑑定出來 誰該負責就負責 如果廠商你應該負責 那就不是什麼保固期 不搞保固期的問題了 你廠商就拿出來賠 而且侯友宜講得很清楚 我一毛錢都不會那個 都不會放過 所以你去罵這個沒有道理 不是台北市牽著新北市走 也不是你這個李四川 去牽著侯友宜的鼻子向前走 不是這樣兩個都市 兩個市政府他們坐下來談 談出這樣一個決定 這跟李四川合估啊 對不對 來 其實那個環狀線是 新北市以前委託台北市這麼蓋的 所以本來出錢都是新北市 而且退一萬步來講 這個事情跟李四川沒關係 那為什麼議員要罵李四川 趁點聲量嘛 你不罵李四川 沒有人要關注這件事情 那所以回過頭來講 你說李四川那是不是也是 因為他聲量高 人家才要趁聲量 當然是嘛 那他會不會選呢 今天他是說他目前沒有要選啦 但是有議員問他說 那你明年咧 他就回答說 那是我個人的人生規劃嘛 所以你明年去問他這個問題 跟今年問他這個問題 他答案不一定一樣嘛 只是說 他現在還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他不能講得太明嘛 就是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啦 還是要去趕預言之開口啦 對對對 他可能想說我先宣佈不選他才不要一次 你要先宣佈不選他才不要一次 好那我講民進黨啦 好因為很多人講說那民進黨自己 我覺得民進黨先顧好你自己 好第一個他們現在是兩個人在爭嘛 蘇巧惠跟林又昌 蘇巧惠我都不懂 為什麼他一直要把自己營造成一個靠爸族的樣子 他每一次都要一直講說他爸怎樣 然後他爸以前的口號不是叫做 啊我是手情衝衝衝衝嗎 蘇巧惠說大家好我是蘇巧惠 惠惠惠惠 他真的是怎樣啊 你是這樣嗎 他真的 他真的說他口號叫惠惠惠 惠惠惠 你真的覺得你爸在新北市 夜緣之之之之 我們就不會這樣取這種嘛 我叫緣之緣為夜緣之 就是說就是你爸在 你爸在新北市就是生貌很高嗎 如果生貌很高為什麼後來在跟侯友宜選舉的時候 輸了快30萬票 第二你要走出自己的路嘛 你就是已經一直被人家認為你靠你爸了 結果你現在選市長 還是一副巨嬰靠爸爸的樣子 我就不太懂他策略到底是什麼 那林宥昌也有一個問題 林宥昌以前大家不太知道他在基隆做什麼 包裝好像很厲害 結果這次去推罷糧 一罷發現四個草包 你差點把基隆市政府的財產都搞不見 這謝國糧幫你守住 那你基隆才十幾萬人 你都把財產快搞不見 我們其實每次四百萬人啊 開玩笑我們市場比基隆多很多 被你這樣亂搞還得了 所以林宥昌做最錯一件事情 就是去推動霸凌 他讓大家發現他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讓新北市民知道了 沒有錯了 我覺得卓冠定是有點在蹭這個 李四川的一個聲量 因為他們已經講得很清楚 早就把這樣子的一個工程 交給新北市捷運局來做一個處理 然後最後是由裁定由中工來負責 那這關李四川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這又不是在李四川任內來做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李四川我同意 他到目前為止大概是整個國民黨 內部當中那個這個所謂的民調是最高的 但是我理解他可能因為身體因素 家庭因素他有很多的一個考量 那當然是這個考量就像原資所提到 距離現在還有兩年 他今年不選不代表明年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認為說 李四川在未來民調當中 都還是由他來出任是最好的部分 那我想高層還有在很多方面 你知道國民黨常常就有很多的狀況是像 真的非你不可的時候 你就雖然說你現在講了一百次不選 非你不可的時候 不同的勢力不同的方式 就會迫使你真的覺得就是為黨而戰 沒有選擇的一個權力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看看未來 不過我剛剛看到岳元氏這樣批評我 我覺得不管是誰出來 岳元氏絕對是最佳的助選員 真的是 講得像真的 講得像總幹事 我完全同意剛才預防委員講的 那個川北他因為他的形象 就是一個工程人 所以我覺得帶給台灣政壇 是一種朴著的一種踏實感 他很有意思 我們知道大巨蛋之所以能夠趕在蔣萬安 他都上任不到一年的期間 就能夠啟動就是川北的功勞 然後大家就謝謝他 或者大巨蛋第一場的 就職棒這個比賽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恭喜他 跟他表示感謝的時候 他就那種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的樣子 所以在現在的國民黨的情勢之下 他當然是不二人選 那就民進黨來講 現在就比較吃力民眾黨也是 是民眾黨 現在越打越紅了 想要選舉的人 像客政人也是一樣 越打越紅了 每天被打 一人次也趕快 趕快找人來打你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當然 舒小慧他本身非常的優秀 不要說他是靠霸 而是說他傳承 過去蘇貞昌在新北的政績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那舒小慧他本身 當然他也有他的能力各方面 那林宥昌在基隆的市政 大家也是都有目共睹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人選 那至於李自川 他自己有沒有意願 那是一回事